华山上已经全部游玩完了 刚刚呢在这个北风这边买了下山的索道票 八十块钱一个人 因为它这边的话比西风上来的路程要短一些 所以价格要便宜一些 咱们现在去索道那里坐缆车 哇 这个时候下山的游客可真多啊 看看那个下面也是 上下两层全是排队坐缆车的 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小时 估计都排不到我 现在是下午的17点25分 缆车上来几乎是空的 因为很多游客都是一日游 早上从西风索道上来 分别游玩了东南西北中五座山峰 这个时间点游客都陆续开始下山了 从北风上来的话 大多是徒步登山爱好者 很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爬了 海拔1000多米 攀登到2000多米的高度 这个过程啊 一直都是上山的道路 对体力和耐力还是有很大的考验 也有夜爬华山的 夜里爬正好能赶在早上到达 东风看日出 看看那个屋檐下面 还有三位华山论剑的人物塑像 排了一个小时 终于要到进站口了 这个时候感觉啊 是又累又饿的 所以建议大家坐缆车的话 要么提前一些 要么推迟一点 准备上缆车 北风缆车比西风的小一点点 这个缆车里面可以坐六个人 西风缆车的话是可以坐八个人 开始下山咯 北风是叫三特索道 位于华山北风东侧 所以又叫东线索道 于1996年建成开通 全长1550米 落差有755米 长度只有西风索道的三分之一 爬升高度也没有西风高 西风索道的话是4211米 落差有近900米 但北风索道是华山的第一条索道 它的建成运营 让登顶华山更加的便捷 也结束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历史 可以说这条索道意义非凡 下面我们在缆车上 再来回味一下华山的美景吧 这条索道是世界的美景 比你开心的美景 来自古华山的美景 这条索道是世界的美景 较高度也很重要 这条索道是世界的美景 我们在美景 中的美景 这条索道是世界的美景 这条索道的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